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的鱼豆姐姐 上期我们为了打龙特地的下矿收集了一些材料 也不知道收集的材料够不够用 现在已经有40多颗星星了 打龙用的这个木头弓肯定是应该是不行了 所以呢我现在需要去附魔 那就还需要一些空白卷种 这个空白卷种 我们先去收集一下甘蔗 甘蔗就只有这些了 现在还得要一些皮革 对不起了我的牛 我要去杀牛了 等等算了算了 毕竟都是我这么辛辛苦苦一手养大的牛 我怎么能对着它下去这个手呢 所以呢我决定 还是把他们先喂饱了再杀吧 这样是不是能多获得一些材料呢 还能再给我多生一些牛宝宝 我可真是太聪明了 我现在给他们多收一点小麦 让他们吃饱饱了好上路 好了小牛们快来吧 给你们好吃的啦 哇这小麦下去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好了我可爱的牛牛们 你们吃饱了吗 好吃饱了就行 该准备上路了 我跳舞警 对不住了 但是为了我的父母 没有办法呀 为了你们这么久 总不能白味吧 快把你们的皮革统统交出来吧 我却还藏起来了 没有用的 快都给我拿出来吧 还挺累的 43张皮革 应该是够了 先制作一些购买卷轴 好了 我先拿这几张试试啊 试试 我要附魔啦 我不求别的 就给我一个无线射击就行了 之前附魔怎么都没有出来过 先拿一个试试水啊 哇 这是明天了嘛 这是 第一个就是无线射击 我的妈爷 竟然第一个就出来了 这真的是欧奇宝棚了呢 咱看看其他的啊 其他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有一个无线射击二 那真的就是 满满的满足感呢 但是师傅说过了 这个还需要耐久 耐久还没有出来呢 先不玩啦 先把我的武器拿来 然后附魔 我的第一把武器也附魔出来了 然后再把其他的工也附魔 诶 原来在背包里面 也是可以给工直接附魔的 那我再去做几把工不就好了嘛 全都附魔 啊 这个 好吧 还是没有出来耐久 那我就把无线射击的那个 再附上一个电燃的属性吧 再加上强力射击属性 完美啦 现在就差一个耐久了 嗯 我们现在真的是 要撕线撕线不够 要空白卷中 空白卷中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只能 下期继续收集材料啦 然后继续去附魔我们的耐久 嘿嘿 相信我们的弓箭 很快就能结束了 就能去打龙了耶 好了 小可爱们 这个耐久 真的很难附魔出来吗 快快留言告诉我吧 萌新生存力险计 喜欢的小伙伴们 记得爱我三连呀 观众评论转发发 爱你嬷嬷的